你看你今儿怎么了 你这 还跟妈敢呛起来了你 哎呀 久生 你妈也扫大街 也老太太 不怕呛 彩虹 今天晚上什么事堵动了 没事 妈 妈 来 您吃肉 彩虹 有事说 咱这是什么 好看 好看 咱们 项链 三千八百八十八 这不是咱家的 是我买的 不是 小贝说不定 哪天上咱们家来吗 以前就不说了 现在不有这个事吗 头一回来咱家 咱得表示表示 我就买了这个东西 发票怎么还丢了呢 白金哪 还有钻石呢 这这这 这也挺靠谱的这个 这要带上得多漂亮 哪一边去 下笔货什么呀 不长得脖子了吗 脖子是一样的 关键你没钱 妈 这这这也挺贵的 贵是贵了点 这我还是选择中高档的 怕拿不出手了 是啊 人家是大户人家 不金盖银的 哪像我们呀 糊弄糊弄就行了 妈 我跟修盛登记那会儿 项链耳环加戒指 加起来也没这几个钱吧 那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那时候那你那也是金的呀 是不是 那现在了是 也也也出这个 白金盒那个香钻子了 再说了现在物件也涨了 行行行行行 咱吃饭啊 滚蛋你 就找他吃 你是猪啊你 就是猪也能长脑子 行行行的事吧 为什么呀 凭什么呀 这巴斯还没一瓶呢 四千来块的见面礼 就背上了 我这都怀上了 都怀上了 弄哪些糊弄就得了 都是一样的儿媳妇 凭什么两样待遇啊 这没过门那就压我一头 只要这过了门 还有我的火热吗 麻烦我手挖手前头啊 伺候你行 那是应该应份的 包括春生 要想让我伺候他 门都没有 要不这么这么 咱们现在就回家 怎么着 嫌我这个扫地的老太太 不动用了 你别这么说 要分你分啊 我不理什么呢 你不理啊 好啊 那好 那我走 反正这个家也没人拿不到 没事儿是不是 我走 你就守着你的宝贝弟弟 好好过吧 他说什么呢你 我就是一个台湾 你今天大宗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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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这是啊 我还没腌力给我买会儿腌的呢 最红了 来 干嘛聊聊天 妈这 醒了一下 没事儿 明天退了去 都说了一个月退 崔 崔红啊 妈这事儿做得不公平啊 心里别及格的啊 妈我今天小心眼了 对不起 不是小心眼不小心眼的事 妈心里明白 穷人见了富人哆嗦 不光是害怕 还有点恨 真的 假如说 罗小贝的家比咱家还穷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 那妈买这个香烟 你就不一定受这么大的刺激 你说是嫉妒吗 不全是 就说啊 春生和小贝的事儿 我闹得了二十年啊 妈心里头明白 对 这事儿不大可能 可现在就可能了 你说我心里高兴吗 害怕呀 心里头没有底儿啊 我买这玩意儿 不是对罗小贝高看一眼 心里头真没底儿了 当初你来咱家 我心里头一点压力也没有 可是现在 我真的 没有底儿 心里头 心里头真的没有底儿 这一天我就想这个事儿啊 是不是我坚持错了 二十多年了 我拉着他们这哥俩 我处处都要骨气 要活出个尊严 可是咱们这个尊严 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妈 妈 我是不懂您这些道理 讲话了 您是呢 没吃过肥猪肉还见过肥猪走的 我呢 那真是连肥猪卷什么样都没见过 可是我这两天 我这心里也是堵得慌 你说那龙小贝什么样 我还没见着呢 我一想起他来 我心里我就打出 你说以前没他这么个人吧 咱们一家人就像一卧家巧 叽叽喳喳的过来挺热呢 可是你说要是猛丁 是要来一老鹰 心里能不拒吗 都说老鹰可喜欢家巧了 可是你说 他是喜欢吃还是喜欢玩啊 就算他是喜欢跟咱玩 那哪天不高兴了一碰了膀子 咱们都得让人给删得远远了嘛 不管怎么说嘛 今天这事是我做得不地道 你说我兄弟喜欢 我这当嫂子能不容人家吗 崔红啊 你才是妈的贴心小棉耳 买块 买块肉给你吃 来 妈 你可别哄我了 我自己什么分量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唉我呀 就是那个破步山子 平时扔的那儿没人理 要是外边刮风下雨了 兴趣能想起来皮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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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